回溯一下 这个礼物到底转了几手 在四天之内转了几手 结果在四天之内 在认识还不认识的好朋友之中 一共转了五手 最后回到我的手上 大家好 我张鑫 今天是2月8号小年夜 小弟在这边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过年的时候啊 大家都会收到很多礼 也会准备送出去很多礼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送礼的艺术 如何礼清情义重 送到别人的心坎里 而且这个礼物啊 能够让人家记上一段时间 这样子送礼才有达到效果 你说是吧 大家可以反攻质问一下 我们到底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会觉得特别感动 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会让我们记上一阵子呢 这个每个人的答案 可能都有点不相同 不过放在自己心里面就好了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为什么要送礼 送礼的目的是什么 一般来说大概有两个 送礼的目的 第一个是希望收到礼物的人会开心 我们看到别人开心的表情 看到别人的感谢 我们自己也会跟着开心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就是希望看到别人开心 这个是送礼物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就是为了延续关系 或者是让关系变得更好 送了礼物之后 过去没有那么好的感情 可以修补起来 过去已经很好的感情 能够再变得更好 然后拉长一段时间 所以送礼大概是有心理上的两个期望 第一个就是希望别人开心 第二个就是希望能够延续和维持关系 一段长长久久的时间 好把这个东西说完之后 那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送礼 可以送的礼清情义重 我个人的经验 我个人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大概是两个用 第一个是要用心 第二个是要有用 这两个要怎么说呢 第一个就是有的人送礼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不用心的 他可能一买买个五百盒一千盒 那个东西可能很贵 但是所有人一看就知道 他那个上面就是贴了一个 恭贺欣喜的名片而已 连手写的痕迹都没有 不论是好朋友还是不好的朋友 还是客户 反正他就来了就送一盒 你也知道他这是大量采购 他也是做个形式需要送礼 所以收到这个礼的时候 通常就是怎么样 谢谢谢谢 然后就把它放到旁边了 除非他非常非常的贵 不然很容易就被转送出去 讲个笑话给大家听 我以前曾经有一个例子 也是在送礼的时候 我这个人心眼特别小 人家送了个礼给我 我心里就想 我如果用不上 想要把它转送出去的话 如何多加上一点分数在里头 通常我会自己手写一张卡片 然后把礼盒给打开 然后放到礼盒里面去 就通常放到那个礼盒里面 然后再把它封起来 代表这个东西 是我已经打开看过 品质没有问题 而且是我喜欢的 而且我手写一张卡片 专门for这一位好朋友的 然后放在里头 然后把盒子盖起来 再把那个纸的袋子装起来 然后再拿去送人 虽然是别人送我的 我再转送出去 我都还是会做这个动作 结果更好玩的是 过年前我把这个礼物 送给一个好朋友 然后过年后的大年初了 我另外一个完全不认识的朋友 拿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礼盒来了 我就看觉得奇怪 怎么今年这个礼盒 是不是特别畅销 大家买来买去都是同一个礼盒 结果这个礼盒拿来之后 我也是很高兴 给他收下来了 也特别谢谢那一位朋友 结果打开一看 为什么 因为我准备又要转送出去 我同样的动作 手写了个卡片之后 把那个礼盒打开一看 可厉害 结果那个礼盒里面 有了一张 我之前送给那个 第一个好朋友里面 手写的卡片 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巧的事情 这个礼盒在外面周游列国了 一圈之后回到我的手上 有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 送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送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后来我就回去把这个笑话 给这几个好朋友说了一下 也去回溯一下 这个礼物到底转了几手 在四天之内转了几手 结果在四天之内 在认识还不认识的好朋友之中 一共转了五手 最后回到我的手上 为什么我会知道 因为我就一个一个 其他去问 这个是谁送他的 反正好玩 他们到底有没有打开一看 结果我发现很多人的东西 大家看到那个统一包装的礼盒 或者是没有什么特色的礼盒 基本上开都没有开 拿着就准备转送给其他人了 因为别人来送礼 你不回个礼很奇怪吗 就随手抓着前面那个人送的礼 就回给下一个 顺着手就送掉 所以一个礼物 有没有用心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什么叫做用心呢 你会知道 这个东西他是亲手做的 第二个 这个东西是 为你量身定做 就只送给你的 你看到这个礼物 就会会心一笑 不管他的礼物 到底是贵或不贵 你看 他就是一个用心的礼物 我说两个用 第一个用心 第二个有用 我前几天 收到一个礼物 是我眷村里面 一个老大哥 他在龙潭开了一间 那个眷村菜市餐厅 叫做眷村好味道 那个王小齐王大哥 大家看一下 他送的礼物 送我一盒 他亲手做的八宝半 我到现在还没开 我要留着 过年拜拜 拜祖先的时候用 大家可以看看 你看超漂亮的 上面的不同的蜜件 你看还有卵 我们小时候吃的这种卵糖 都是王大哥 一颗一颗 自己挑出来 然后自己喜欢吃的零嘴 一颗一颗 把它放上去了 看这有多漂亮 收到这种礼物 你说它贵嘛 他不贵 可是你开心嘛 说真开心 还真令人感动 然后他的那个老婆 他大姐就跟我说 他看到王大哥 一边放一边偷吃 然后结果 发现那个东西不够吃 中间还空了几个位置 你看多可爱的眷村大哥 真的特别特别谢谢他 中间还放了一个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 烟的礼子 所以这个礼物你收到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特别甘心 特别感动 大哥在过年前 自己特别忙 餐厅的人特别多的时候 他还能够亲手帮我们一个一个 把这个蜜件放上去 弄得漂漂亮亮 然后拿来给我们小老弟尝尝看 你看这个礼物 不用贵 但是他就会让人寄上一辈子 你说是吧 所以我们在送人礼物的时候 多用点心 帮不同的人挑选不同的礼物 加上一点自己特制化的东西 写张小卡片 写个字 或者是特别做个包装 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就是for他的 我们在这个礼物上 有多放了一些心思 不是买来送给他 买来送给他 这个时候收到礼物的人 感觉就会不一样 这是我收的第一个 叫做用心 第二个送礼物 我们叫Telermate 叫做有用 你知道每个人 对某些东西的需求 是特别重的 或者是每个人 对某些东西的需求 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我们常常在做菜 我们对于调味料 厨具 盘子 砧板 刀子 我们就有特殊需求 如果有一个人 他为了大量采购礼物 去买了很多便宜的盘子 就像今年的华南银行 他不是送盘子 送给我 我会觉得很有用 如果他送给其他 不做菜的人 或者家里有很多盘子的人 或者甚至根本不开火的小家庭 那这个礼物对他来讲 一点用都没有 对我们可能有点用 对其他人来讲 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就没有Telermate 如果能够针对你要送礼的客户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亲戚 长辈能够专门 服他去挑选一些对他有用的物品或礼物 嘿 那你的礼物就可以让人寄上一大阵子 为什么呢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你看 我前几天收到一个快递寄来的包裹 也是好朋友给我们寄来的礼物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特别开心 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盘子 我就跟我朋友说 你干嘛送我盘子 我们家盘子特别多 他说不一样不一样 叫我打开看看 我现在就打开给大家看 这个东西是糖匙的盘子 我们小时候我想 跟我们这一代的人 大概都知道 我们小时候会有一个共同的回忆 我们都会用到糖匙的盘子 就是法郎盘子 不是圆圆的吗 然后中间白色 然后旁边是蓝色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看 他就跟我说 他特别去找了这个 糖匙的盘子 现在买不到圆的了 他帮我找到 进口的 大家听听看 是铁的 然后外面是法郎的 这个法郎类似玻璃 所以它有隔热的效果 而且不会有任何化学毒素的溶出 你看多漂亮 这个东西摆着 我们就特别有用 我们如果需要拍照 需要做菜 这样端上来多好看 而且听听这个感觉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感觉吗 我们家有几个古董 是从朋友家的四合院 或三合院的仓库里面捞出来 就是那个圆圆的盘子 旁边也是这个蓝色的 你看 他送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就会觉得 哇 超感动 他真的是送到我们新坎里 我怎么说 他会让我记很长一段时间呢 因为我有事没事 就会把它拿出来用 拿出来用我就想到是他送的 你看 可能多少钱我们真不知道 但是这个东西 他真的送到一个人的新坎里面 他送来不止一个 还送了我们 大大小小一共三个一组 这玩意儿可以拿来盛盘 看起来特别好看之外 有怀旧的感觉 再来一个是 这玩意儿还可以放到 那个烤箱里面去烤 你看 跟我们小时候用的东西 就一模一样 所以我说第一个用心 第二个要有用 这玩意儿对我们来讲 就特有用 有些东西他送给我们 就是一些好朋友送来 例如茶叶 我们就很快就转手出去了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个茶叶如果是大量买来的 反而就转手出去 除非有几个好朋友 是他家自己种的茶叶 大家就特别交代 千交代万交代 绝对不要送 即使一小瓶 我们也会放在家里面喝 你看现在这个就是 这是我以前一个好同事 在南投路股 他们家自己种的茶叶 几年前送我的 但我就不送了 也舍不得喝 心情好的时候 拿出来喝两口 或者是他寄个简讯给我 问候我生日快乐 新年快乐的时候 拿出来泡两下 回忆一下过去的感觉 特别棒 好你看我们今天还收到一个特别的礼物 也是好朋友送的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砧板 是日本近来青森檜木做的砧板 第一个一打开味道就特别香 第二个你看我们的砧板 如果有常常在做菜的人 你就知道 它特别容易发霉 为什么 因为它下面是平的 它会放在桌子上 上面干了下面没干 你就挂着也不方便 这个东西你看它不会靠到底 它是直接可以放着 它两边是圆的 所以它下面是悬空的 可以通风 就不容易发霉 再来它这个砧板可以站着 摆着它就可以干了 如果小家庭或者是房子没有那么大 没挂着 钩子容易掉的话 这玩意只要随便摆着 它就会干了 特别特别好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倒不是这些礼物 我们特别感谢这几位好朋友送我们的东西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送礼 那多花点心思 让这个礼物真的能够进到别人的心里面 才能达到一开始我们讲的心理学上的两个目的 第一个让人开心 第二个维持关系一段时间 你说是吧 所以两个用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第一个送礼要用心 你只要让人家觉得你是用心的 这个礼物 人家就会觉得有价值 即使价格不贵 但价值却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 也是无价的 第二个 你送的东西如果对那个人 或者是你要送礼的对象 它是有用的 它是有需求的 那这段这个东西就会常常被拿出来用 常常被拿出来用 它就会记住你 那维持关系这个目的就可以达到了 你说不是吗 还有第三个一定要讲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还有今天穿的这个裤子 都是我老婆送我的生日礼物 今天是小弟我的生日 老婆送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礼物 不管喜不喜欢 一定要穿在身上 跟他说 谢谢谢谢 你送的礼物 是所有礼物当中我最喜欢的 好累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 掌心漫谈 天天都有新鲜事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咱们下回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